手游酷玩 什么叫换皮游戏 应该是这里的厂商 这个游戏的工作室 把这个游戏的原版 也就是坦克之星的程序照扒下来 破解了里面的位置 然后替换了图片以及攻击动作 动作还有这些道具都是全新的 只是游戏的程序是原来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换了皮肤的坦克之星 你可以看到连这个外军对垒的位置都是 单管坦克以及双管坦克 下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山寨的游戏 虽然是山寨游戏 但是我觉得它是个换皮 从之前的坦克之星换成了他们自己的风格 因为最初玩坦克之星的时候就是比较爽的 这个爆破 感觉要比坦克之星的要更厉害一些 有一种核弹的感觉 像这个地方的音乐 就是跟坦克之星完全一样 他甚至没有改过一些背景音乐 获得500金币 这个也太逗了吧 这个坦克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女人化的 竟然带有眼睛跟嘴 这也算是他们山寨游戏的一个改变 之前看这个游戏的评论论坛 有一些老外在玩过之后说我好像被欺骗了 这是一个假的游戏 在这可以选择更换武器 玩法的话应该说是跟坦克之星100%是完全相似的 只不过人物是不一样 背景不一样 你可以把它当做成一个坦克之星的全新关卡 以及全新人物 这样的话玩起来也不是那么违和 而且这个NPC也是一样的无脑 甚至可以向上天发射导弹 从而砸向自己的位置 这个在之前的坦克之星也是一样的 这些AI的NPC坦克 他们会做出令人不解的位置 像刚才这个导弹就是 你可以推后一点再向往的发射 而他步的非得向上达 最终被击败的只能是你自己了 是一个核弹吗 好像是一个小型核弹 从天而暴 过去他竟然还会有一滴血 看来这里也是继承了坦克之星的优良传统 敌人总会剩下一滴血 而且在他一滴血的时候 他的命是比较长的 我发射了一枚巨大导弹 竟然跟他擦肩而过 并没有打倒他 我相信如果再次发射 还是打不掉他 这次应该有点戏 因为是这个三发导弹 这个三发的话 总有一发可以击中他 主要是他这个位置 是比较尴尬的 他会有一个泥土的掩体 而挡住他 我们这边的话 并没有什么抛物线的高超的抛弹 三发导弹 一发都没有中 看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发了 准备瞄准 这个应该可以 最后一发成功将敌人击落 如果你喜欢这款游戏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